台上歌手演唱 台下观众热情回应 还拿起麦克风一起唱歌互动 这是上个月底 荣总圆山分院 替医院护士办活动 起来歌手唱歌的欢乐场景 后方这位静静站在角落 拍手叫好的中年男子 就是不幸被电梯夹死的 荣总医师邹文豪 为了体恤辛苦的护理同仁 邹文豪特地请来了 台语小天后向慧玲 和护理师们唱歌同乐 没想到这个欢乐场合 也成为他意外身亡前 最后公开的身影 医院同事们一谈到 痛是一名好同事 好医师 言谈中流露出满满的不舍 邹医师人很好爽 对同学 对学弟 学妹 基本上邹医师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为人豪爽风趣的邹医师 同事们都尊称他邹董或是豪哥 45岁的他过去从台北荣总 调到宜兰分院 担任骨科和急诊室医师 服务十多年 还曾获退辅会 优良医师的荣誉 同时精通西医和中医的他 是国内难得一见的双主修医师 甚至自学取得律师资格 拥有多重身份 还协助其他医护处理医疗纠纷 周恩豪生前秉持 视病如亲的态度来行医 不管病患同僚还是学生 对他评价都相当高 没想到因为一场电梯意外 让他的人生就这样画上据点 也让他的亲友们痛心不舍 记者宜兰综合报道